你那個團隊有多少人? 我們這一組出去11個 我們是第二批送去台過去 但是因為餘鎮真的很多 而且我們在爬的時候 左前方的3B一直有大面積的吐司落下來 那應該比較難 那個路況是不是越來越快? 如果依照這個天氣的話 就遠程度會越來越辛苦 因為天氣不穩 然後它地形會一直往下 就是一直會有吐司落下來 人員沒有辦法操作 在那邊太久 要有人在上面看 可是看了也沒有用 因為你發現有餘震 然後到吐司落下的時候 已經整片下來了 所以不得已人先這樣 自己會蠻擔心吧 就是落下來的時候會擔心說 啊被雜道或者是有危險 應該來不及擔心吧 因為那個吐司都很大 而且都掏空了 會直接下來 有沒有說看到那個書都掉下來 都說跟自己有距離有多近啊 不曉得 因為你不知道你頭上那一刻 從之後會下來啊 你可以看到前面 你沒辦法看到上面 你不知道上面狀況怎麼樣 那心情上呢就是有沒有覺得說 因為畢竟人現在是失蹤的一個狀況 希望說能盡快把它找到 雖然儘管自己好像已經很疲憊了 或是怎麼樣 還是會想要找到啊 還是會想要盡快盡可能盡早把他帶出來 把受困者帶出來 但是還是要考量天氣跟整體狀況去做啊 因為我們現場可能就能超過三五十人在那邊 然後如果硬搶的話 可能一個魚鎮再大一點 就是整片下來對我們來講都很可惜